康熙十九年,1680年的冬天,两位未经选秀的女子,在家人的护送下,进入了紫禁城,成为康熙帝后宫的新成员,年长的是康熙校招皇后的妹妹牛古禄氏,另一位则是康熙原配皇后的妹妹,不到十岁的贺舍礼氏,奉旨,宫中代,年,这个宫中代年, 是指年幼还未到事情和册封年龄的女子,被暂时抚养于宫中,通俗的说,就是皇家的童养席,康熙帝这么做,也是为了维系与满洲亲贵之间的关系,康熙帝的这两位妻妹,都有着强大的家族背景,但,这并不是他们无需参加选秀的原因, 原来清廷虽有每三年举办一次选秀的活动,可还有一个老规矩,那就是皇后或是一公主未滴姐 妹,无需参加选秀,可由皇帝直接纳入后宫为妃,或是指昏给亲王贝勒 由于贺舍礼是年幼,因此以贵人的待遇,居住在楚秀宫,他被称为楚秀宫格格,直到康熙二十三年,一六八四年,康熙帝下赵,将逝灵的贺舍礼是连升两级,单独赵丰为妃,虽未行策封礼,但与惠仪德荣次妃并无区别,成为康熙帝早期五妃之中资历最浅, 年龄最小,出身最高的一个,由于没有封号,宫中称她为楚秀宫妃 康熙二十九年,一六九零年,康熙帝肖逸皇后的妹妹童家世,奉赵入宫为妃,至此,康熙帝已故三位皇后的亲妹妹习及后宫,位分最高的当属孝昭皇后的妹妹,贵妃纽护路氏 她在入宫后的第二年,就已被册封为贵妃了 康熙三十年,一六九一年正月,贺舍礼是代誉了皇子印记,孩子的降生,让背负着家族荣耀和命运的贺舍礼是看到了希望 不幸的是,孩子刚满月不久就腰折了,这对她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 康熙三十三年,一六九四年,贵妃,纽护路氏病逝后,贺舍礼是在宫中便被视为贵妃 甚至连康熙朝的重臣,也称贺舍礼是为贵妃,但她始终没有被正式册封,也从未行使过贵妃的职责 最最不安的她,感受到的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康熙帝的亲表妹,她最强有力的,竞争者童家室,因家族处在鼎盛时期,在前朝的实力不容小觑 也注定了童家室在后宫的地位,而贺舍礼家族已没有了从前的辉煌 康熙,三十五年,一六九六年,郁郁寡欢 未满三十岁的贺舍礼是,并逝于吉安所,走完了她平纪孤枕的一生 欲嫁亲征准嘎尔的康熙帝,班师回朝后,只追视她为嫔妃 用嫔自嗜好,对她的后宫生涯给予了完美的权势 嫔妃去世后,康熙三十九年,一七零零年,童家室被册封为贵妃 成为康熙的后宫之首 2011現在的含量,低自于神软禁堡 用我一直呈小银堡 这个乙温认 intensive孔 自识堡 您可以一直叙子有一条